楊佳為什麽殺警察呢 英玄不是多德 不可多德 這樣呢 我肯定去收了她的那個出生年月日嘛 那時辰就不知道 一看 不看不知道 一看真的 真的就是這麽回事 年事根深嘛 大家說手根深 根深 根深確實是很可怕 她是楊晶 楊晶 然後 月是假生 日是人生 她命確實不好 她前面的命不好 以後革命成功以後 楊佳很可能會 會會會 還是怎麽回事 反正 反正這個人已經死掉了 死掉了就不能復生 她是水命 然後 她金那麽多 所以她這個命確實不好 她的命真的不好 她的命真的不好 然後 大域那個時候 丁亥 丁亥 她死的那一年 2008年 霧子年 霧子年 那是她的劫財 所以她是很慘的 所以 她很慘的情況下面 所以 然後這個八字裏面 金又這麽旺 都是楊晶 所以她要殺人 她肯定要殺人 所以這個 好多 一看那個八字 一般的說 有的當然也不是全部 一般的就是這個 金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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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很旺它就是說 不是被別人殺就是殺別人 好像是有這麽 這麽一種說法 這個 三命同會裏面好像是這麽講的 不殺別人 一定要被別人殺 她就是說 又是 還有醜 還有生 這個八字裏面 這種很群的話 這種能不殺別人 也要被別人殺 然後她這個當然 她就全部都是陽晶 陽晶的話 那就更陽乾了 就更陽乾 其實她自己 她自己就是這個 水命 水命 然後那個時候 丁亥運 丁亥大運 她就是 那個時候 還有一點錢 然後就 就實施了這件事情 然後她對 她對她的父母親 也沒什麽恩情 應該是這樣子吧 因為這個 印這麽多 印這麽多 這種人脾氣很爆 天生的 這就是 從八字裏面可以看出來 像國外的 國外的 他是說 有一些人 或者說 有一些骨骼的人 會怎樣怎樣 那我們中國人 就看八字 要革命 大概 也只能靠這種人 八字裏面 金和萬的 這種人 在革命當中 才能夠 發揮作願 這 八字 決定的人的命 他的性格 各種各樣 楊佳這個 這個是 2014年以後 她命運 確實不好 不好 她如果活著的話 真的就是不好 到了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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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那個是土啊 天干 天干都是土跟金 天干是土跟金 土生金啊 土又生成金 所以又成了祭神 所以她損者死掉 損者死掉 她真的就是 她肯定是不能生育的 她已經被整成不能生育 而她這種 更生的人 當然 當然要付諸事業的人 當然要去殺人 那肯定的 所以要革命的話 那可能 應該去找這種人 八字裏面金很萬的 然後這種人 去參加革命 能起到很大的作業